这边乡统内部要求主席阿姆扎西早日辞职以拯救乌统 而在党外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却认为 前首相独自理纳吉才是乌统崩塌的主因 因为纳吉任相期间爆发了种种贪污丑闻 以致国家沦为全球画饼 因此他建议将纳吉逐出乌统才是上上之策 不过国镇总秘书纳兹里却认为 只有和蓝眼与火箭结盟才能够带领乌统走出阴霾 乌统爆发退党潮 如今仅剩38个国会议席 元气大伤 前首相兼乌统前主席纳吉就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并表示这是党内的自然进化过程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就认为 纳吉此举根本就是鳄鱼在掉眼泪 假慈悲 他认为纳吉才是乌统的致命毒瘤 因为是在他认相期间 国家才会爆发出许多丑闻 将纳吉逐出乌统才能避免这个老牌政党彻底瓦解 如今乌统犹如一盘散沙 国阵总秘书纳兹里就打算等到公正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华出任首相后 让乌统 蓝眼和行动党保持合作关系直到来届大选 一来确保乌统不被吊销 二来也能稳住乌统 纳兹里称 乌统主席阿莫扎西已经同意这项建议 另外纳吉也促请乌统尽快寻求一个能让所有党员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来摆脱当前的危机 包括解决党内日益严重的退党潮 他也坚信乌统的实力依然存在 同时也提醒所有党员不能停止斗争 必须要保持坚定的斗志 重振乌统 NTV7综合报道